未过门的女婿们又开始掰玉米了 这是全国统一的吗 根据烟台广播电视台的消息 9月23号又到了一年玉米风波季 山东河泽未过门的女婿被喊来帮老丈人掰玉米 女朋友告诉记者 没想到那干的是特别卖力 五点半就起床了 一天掰了三亩地 那比驴都能干 爸妈看了连说 视频一出个体网友坐不住了 有同款蜡平行 老丈人的牛看到我来了都笑了 你猜我为什么不笑 我给丈母娘装样子 丈母娘把我当响子 有灵机一栋行 这样的女婿哪里有 我家还有二十多亩玉米地呢 有狠狠震惊行 不是你知道三亩地有多少吗 河北的我俩小时才半亩地啊 四川的我跟我丈母娘一天才搞了一亩地啊 还有零基础求经验行 我国庆要去老丈人家这可怎么办呢 谁家有玉米的练个手舞啊 一年一度丰收季 年年女婿演大戏 今年干活不积极 明年还得叫阿姨 咱们就说 除了掰玉米还有打百利摘橘子收花生 各位准姑爷们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